哈囉 哈囉 大家好 我是富隆 好 那個剛才有說就是隔壁教室在考試 所以就是每一下出路的時候 大家盡量就是不要說話 不要聊什麼隔壁教室 讓他們在考試一下 好 那在開始之前 我想先稍微統計一下 在做各位有多少人是前端工程師 喔 還蠻多了 OK OK 好 那所以不是前端工程師的來名是非常接近 是想先為下一場站位置嗎 還是要前端 就是平常還是會寫到教室這個之類的東西 OK OK 好好好 好 那因為早上我在第一場 那個Line跟Kino的時候 就是兩者有問說 有人誰前端工程師 結果我一看整個會場之後 我舉手會有點尷尬 抱怨害怕這樣 好 那這場的主題呢 是前端工程師的養成之路與台語的工具 那其實一開始我抽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有點尷尬 因為我是怎麼成為前端工程師 大家如果說 因為大家其實現場大概有一半左右的是前端工程師 那各位應該會知道 其實我剛入房的時候 其實寫PHE跟Java的 那時候其實還沒有什麼前端跟後端 前端跟後端 前端跟後端 這個領域其實還沒有幾便 這樣會知道 所以 那團隊的大家 都不太會寫CSS跟Java Script 那剛好這兩個技能我點的比較高 所以我就變成前端工程師了 那時候其實滿尷尬就是 其實因為早期吧 早期大概 我大概是2007、08年那時候入行的 所以那時候其實台灣也沒有什麼所謂的前端或端 都是前端啦 就是網頁開發 對 所以我就想說 好那我們就把螢幕稍然看一下 就是前端語太遠 但是我還是會稍微講一下 因為畢竟我們這個是直壓一鬼嘛 那反正 因為我看一下其他鬼都因為有兩個人在講 那我一個人 反正我有50分鐘 我們慢慢跟大家聊 好 那這個是我的做介紹 那CodeCover 7年我已經算是第三次來到獎者了啦 那過去我也有參加過幾次的這個會中的經驗 那我平常在社群 如果大家比較熟悉的話 是ViewMJ 是台灣社群 我是社群的主辦人 主辦人 那這個社群其實一開始是20 大概2015年開 2015年年底吧 那時候其實這個社群並不是我開啟的 然後我只是剛好在這個社群的第一場活動擔任的獎者 對 然後 就 反正知名就打開了 那個時候其實 因為大家一開始都不太知道什麼ViewMJS 大家可能 比較早期會知道 Thank You了 然後會知道TheRater 用大概是什麼時候開始 大概是2016年開始吧 我想 那時候什麼 Lavario的老爸的觀眾說 我們要把ViewMJS 列入我們這個Skart 那個開發工具包裡面 然後這個時候就打起知名度 好 完全都是後話 那 總而言之 原本 這一個社群的這個主持人 那後來他跑去寫音樂了 他就問我說 那這個設計你要不要接下來 我說 好啊 那你就先ViewMJS 這樣子 於是我就會Hold這個設計到現在 好 那 什麼是前端 剛剛我們講過嘛 前端其實跟其他的這個軟體領域來講 它是一個相對形的 認識的軟體 你會看到說 我今天 這個是我昨天 這張簡報我今天才做到 這是我昨天在這個GoGoChain裡面 這個拍下來的這張图片 你會發現到說 欸其實在20這個2010點之前 所謂的前端 其實是沒有什麼人知道他在做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的所謂的這個軟體 應該說是網頁的開發 他們其實沒有這麼強的分界 那我認為這個東西 前端會崛起跟我們網頁的這個歷史 發展的歷史也有相關 這點下我們會提到 OK 那 以廚房設計水槽來講 設計師他決定了使用頭的樣式跟位置嗎 然後前端呢 讓就是安裝 按照設計師的這個設計 我們就去安裝的這個 存在跟水管 那後端工程師做什麼事情 他就是固執讓水管 由水滅出來 這個我相信各位如果已經是前端工程師 各位平常的工作大概就像這個樣子 那各位平常吃飯的工具是什麼 HTL CNS 跟Java School 所以各位平常做的事情 就是油的石碼裡面看到的事情吧 所以我就可以大膽來假設一下 其實我相信在場沒有人比我還開業 應該給自己一個掌聲這個時候 不管你今天想不想開業 人家User看到 還有一件月之碼 最可以看到你的手是夠 好 但是 前端也是有一件坑 相信各位前端工程師 平常應該勾 應該多少有看過這張 從入門到放棄 你六個月又要重新入門這樣 因為變動太快 所以我們後來就不提文件了 好 好 那我們從頭開始講 其實那這個東西到底是怎麼出來的 好 這個是這個1994年微卵的第一個網頁 微卵第一個網頁 那在那個時候 你有發現 這網頁是長的一個樣子 還有什麼紅北基時代 我相信如果跟我差不多年紀 應該有經歷過沒有年代 那個時候其實 在那個時期的所有的網頁 它就只是什麼 然後我裡面可以放一些圖片 那圖片 那圖片也許有些會放什麼 Gip檔 然後會有什麼New Hard燈燈燈燈燈燈 再後來會分析一點 或什麼討碼燈 之類的東西 那不管怎麼講 就是 反正你做那些 Rainway的東西 那這個時期的網頁 它就是一個 你要展示某個文件 用的一個媒介而已 它並不像現在這麼強大 它就只是 就是這些網頁 在當時其實 到後來 開始 其實在 剛剛那個是1994年 那我們再把時間 往後再看幾天 在那個時候其實 主要是什麼 CGI PHP SP之類的 其實都是以後端為主的開發網頸 那在那個時期為什麼前端 或者說為什麼沒有前端 這樣子專精的發展 我認為跟這兩個限制有關係 一個是網路速度的限制 一個是中端效能 就是我們剛才端的這個電腦效能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 就是說其實網路速度的限制代表什麼 代表說我先點一下 然後剛才那個前面的那位講者也說到 以前的這個數據機 它是非常非常的慢 譬如說我先點一下 然後我要後 我要切到下一頁的時候 我可能要等幾秒 我可能要等十幾秒 才會看得到這樣子 下一頁的內容出來 那第二個是什麼 第二個是我們的 一般的這個PC電腦 它並沒有太強大 甚至說我們的游玩器 它並沒有提供這麼強大的功能 那前端 或者說網路開發者 其實在這個地方 變身就會有一些受限 OK 也是因為上面那兩個關係 所以就會造成了 耳根原器廠商 它其實 當初 其實我沒有講到的是 阿一跟那個Nescape 但早期在第一次 這個耳根原器大戰結束之後 這個時候 阿一 R5獲得了這個 重大的勝利 所以它試占取得超高 那這個時候 阿一就講說 應該說網路開發者就說 那我試占超高 所以 我就擺爛啊 對不對 反正 這是你們 ES的用盒嗎 對不對 那原器廠商就無力分析 因為沒有競爭對手 所以在那個時期 加斯克的標準 或者說我們說 艾克馬克的標準 甚至停滯了十年之久 停滯了十年之久 從ES3 ES3是1999年被廢出來的 然後到ES4後來被廢掉了 那是另外一段故事 然後到下一個版本 正式出來的ES5 XMAR5 其實是在2009年被替出來的 那在這十年之間 我們幾乎可以說 前端的歷史 前端的這個標準 它是完全沒體制的 當然中間會有什麼 中間會有一些 Folation 這個Silver Line 之類的東西出來 當作機台品 但是後來被 假如是大碟劃掉之後 就GG了這樣子 所以在這個時間點的前端 其實很尷尬 這個時間點的前端 其實並沒有所謂的價格存在 因為怎麼樣 我們頂多 就是什麼 就是盡量把畫面 做到快快亮亮而已 就像這個 這個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有看過的可以舉個手嗎 過度的年紀太好了 這樣我比較放心 我並不孤單 那這是現在的樣子 那這是現在的樣子 所以以往 加持會是誰在寫的 以往其實是後 應該說是 就是我們所謂的 以前的前端工程師嘛 也就是所謂的後端那以前 那以前的設計師 頂多就怎麼樣 頂多就方便出一個 把他的這個設計稿 變成NCL 那厲害一點的 可能會寫一點點 CSS 然後就把這一份 這一個靜太檔 交給後端來號碼 那這些交出了 人正的動態啊 所謂的表彈業 這些幾乎都是後端來做的 就是後端來做的 所以前端的價值 一直被忽略 前端的價值一直被忽略 超級被忽略 好 那接下來我們要談一下 那後來前端 這個產業是怎麼樣丟起的 首先第一個重點是 CSS的出現 這個網站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看過 這一個高的 這也有點原際 這個Lengar的這個網站 它其實當初就是 HTML就是固定一份而已 然後如果你有去看他的網站的話 你會看到說 就是他的這一個 右邊這邊 我這邊有連結 太好 印象給大家看 然後你會看到 他這邊下面其實有蠻多作品喔 然後你抵抵去之後啊 你會看到 你會發現到 他裡面的HTML的結構跟內容結是一模一樣 他只會過換了CSS 然後這個網站 就做到把整個網站 打到就是連他網發都不認識 你就發現其實裡面的內容跟結構 如果你按右鍵原始碼的話 你會發現他的HTML的這個內容跟結構 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他唯一不一樣是CSS 唯一不一樣是CSS 好這個網站在當時 我剛入行的時候 其實給我蠻大的習慣 就是說 其實前端 他可以透過怎麼樣 他可以透過一個 他可以透過你把 今天當你把HTML跟CSS 還有Jobsc 拆分得很乾淨的時候 其實你的網頁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彈性 非常非常大的彈性 然後這個時候 我們網頁也開始注意到什麼 注意到使用者的體驗 好 再來是第二個轉變 網頁從早期的文章給人看 到變成後來的應用程式給人用 什麼意思 在2004年的時候 GNEO那時候很空出事 在這個之前 其實都還只是 就是我們對於網頁認識 就是 我今天就是按摩 按摩按鈕 其他一下葉或摩 其他一下葉 它是葉 每一葉跟每一葉是獨立的存在 是獨立的存在 那GNEO的誕生 他讓所有的開發者發現到 喔原來我可以透過什麼 我可以透過Jobsc 去拿到 透過你土白的資料 也就是我們那時候說的Edges 那時候 Edges紅的程度 大概就跟現在 數碼顏差不多紅了 對 那現在也就是大概 因為大家就想說 反正也隔壁阿嬤都會用 所以就沒事 但那個時候 你就是一個非常猛的技術 這樣 它可以透過什麼 它可以透過 Pro1業的情況之下 然後 然後去跟後輪要做資料 然後做不到 即時的更新 即時的更新 那這個時候 開發指定又會到一件事情 所以 那所以 我的網頁 是不是可以開始做一些 應用程式 這東西 這個時候 你的網頁 就再也不是 像我過去 只是一個樣 只是給人看我的 而是 我可以開始考慮 來開始做應用程式 OK 所以Edges紅的誕生 也間接引起了這個 前後段分離這個概念 前後段分離 那我今天 前端它把HL跟DX 叫作固好 然後後段呢 專心 出資料 專心提供ADI 這個時候 我們前後段 其實可以今天非常乾淨 可以今天非常乾淨 好 那到這個時期為止 你會發現 前端稍微的比重 比過去 已經多了一點點 那在2009年之後 欸 又發生了另外一件事情 應該就是2007 2008 那時候 iPhone出來 所以 形狀裝置的崛起 是前端轉變的 另外一個重要的 OK 因為智慧型手機的出現啊 所以呢 過去我們 所做的網頁 都只在電腦上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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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因為新通裝置的出現 所以呢 欸 這個時候就會有需求 就會有需求 所以 以往前 網頁都只是後段在做 這個時候前端 終於發現到說 欸 終於有件事是後端做不了的 它怎麼樣 因為RWD後端根本不會用 後端根本不會用 這個時候 前端開始 展現它的價值的存在 然後那個時候 我相信有很多 老闆就會想說 欸 那我到底是要 做成Mobile Web 還是要做成原生的App 我相信那個時候 有非常多的論證 包括我在這個 在SDC 2012年的時候 我還很清楚 記得那一點我講的是 碰碰碰碰 雖然現在沒什麼在用 上面是碰碰碰 我現在叫口頭堡 現在叫口頭堡 那個時候 公開會很喜歡 可以拿來跟另外一個框架 來做比較 叫台天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聽過 這兩個呢 都是 這兩個其實都是怎麼樣 就是你可以透露過 這一個 前端的技術 然後呢 最後產生一個原生的 App 入圈的App 這樣 那我們今天其實主題 並不知道講這個 直接講說 當年發生了一些 當年有這樣子的比較 他就講說 欸 那Mobile Web跟Mobile App App當然有它的好處 比如說它可以 多取到一些原生的API 然後可以做一些 零件的應用等等的 我可不可以拿我的 這個網頁開發的好處 然後拿來做App 在那個時候就發展 像這樣子的東西 那甚至像現在也有所謂的 這個 Lared Native 和Native Spring 等等 那這個都是順著那個脈絡下來發展的 這樣 好 再來 在 同樣是2009年 我們那個時候發生好多的事情 當交曉師會開始拖地的瀏覽器 看到這一行大概就會知道 我要講什麼 我要講的是Nodezs OK 當交曉師會拖地瀏覽器之後 開始 前端開始可以做的事情 越來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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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的前端 他 其實應該說 在這個 Nodezs出來之前的前端 其實有點尷尬 為什麼 因為在那個時候之前 所謂的這一個 因為你要抓前後端分離嘛 可是偏偏那些 後端 比如說PHP的那些框架 那所以還沒有什麼 比如說 我記得 李耀生的 應該是什麼 PHP啊 等等的 這些 或者Smarty這些 所謂的PHP的框架 他的Html是放在哪裡 是放在後端的 所以你要說 在那個時間點 你要做到前後端分離 其實很難拆得乾淨 很難拆得乾淨 這個時候前端有點尷尬 我今天貼出來一份 這個 Xtml 這個Html CFN 我今天做完 這個進他頁面之後 那後端要怎麼樣 去詢問他 是後端套 還是前端套 如果是前端套 前端是不是要去 取一些後端的語法 等等的 那 在NodeJS出來之後 前端終於有能力 可以掌握自己的面具 那個時候 就變成是 其實你會發現到 我們在網站上面 其實有NodeJS去提供什麼 去提供這個 網頁色無線的固 然後 後端 它變成什麼 它變成純資料的提供者 它變成純資料的提供者 OK 再之後呢 除了網頁 裡面的應用之外 我們的JS坊 也可以開始做一些什麼 桌面應用程式 比如說你可以用AirTrop 或者是 以前這個 以前叫做這個 NodeWRT 現在叫NW.JS 這兩個框架都是用來 你可以用這個JS坊 這個網頁的技術來開發我們的 作品應用程式 所以你會發現 到這個時間點之後 我們前端可以做的東西 已經要閱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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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 前端的能力變大了之後呢 這個時候的前端就會開始怎麼樣 開始像其他語言 或者是其他的社群 會開始去把一些 所謂的 他們在前端開發的一些 就是 不爽的地方 用的不爽的地方 開始做改進 所以首先我們先看到的是 層次語言的部分 SARF 我相信各位前端應該都 有用過這個東西 SARF一開始出來 是怎麼出來的 是從Ruby社群裡面 所以你會看到 他早期 這是早期的Logo 你會不會有可能寶石在那邊 它是從Ruby社群出來的 它是從Ruby社群出來的 所以Ruby社群他覺得 欸 這CSA怎麼這麼能用 就他也沒有變數啊 然後那個 潮狀那時候 或者是Function Missing 這些概念 通通都沒有 CSA本身是沒有這些東西的 然後這個時候 SARF它首先推出來 為了解決這些事情 相信 現在已經成為各位 前端這個 平常吃飯的工具了 所以就 用的時候 就這樣跟 喝水藥同意這樣 所以在那個時間點 是由Ruby社群所提供的 它為了增強 所謂的CSS 有不足 那FCO呢 FCO呢 FCO更早期 有這個 HANL 這個也是從Ruby社群出來的 可見這個Ruby社群 其實對前端有一些 蠻大的不滿 那你會發現到 其實 左邊這個ERB 它是這個Ruby的 這個 它是這個模板的 引擎 那可以用 右邊就是這個 HNL的 這一個 格式來寫 你會發現 它就少了一些配合 少了一些配合 那像這樣子的樣板引擎 後來 進化成這個VUG化的 以前叫Jane 我相信 現在在場 可能大家也有 都算 有一些朋友有在用 這樣 平常 用來做 工作的 開發這樣 那再來 CropScreen 又是Ruby社群出來的 CropScr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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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它在借 大概從這個 Hoskel 跟這個Ruby 的這個 漁 漁把裡面 借了相當多的特性 如果你有用過的話 相信 可能現在用的 不是那麼多 在大概 我記得 這個東西出來 比較流行的 大概是2012 2013 那個時候 那個時候比較流行 這樣 那當然大家知道 就是寫膠 會有一些不爽 反正遇到一些 奇怪的特性 對 那這個時候 CropScreen 是出來的 那當然 再後來一點 就有TypeScreen 但是算是現在活得 還不錯的 這從 這個 我的爸爸大力加持 加上這個 Andu的陣營 整個 從Andu2之後 整個就是大力支持 TypeScreen 那順帶一提 這個Vue 這個Fanding 我們也會跟這個 TypeScreen 做相當大的結合 這樣 那 但Square我個人是覺得 還 還 還蠻值得投資的啦 蠻值得投資 它從這個 C Shop這邊 借的還蠻多東西 但主要 主要最大的特性 就是它的詳細體 詳細體 詳細體 跟語言 這個類型推道等等 好 再來是架構的借鑑 我發現我可能會講太快 沒關係 等一下多了時間 就來聊別的 好 這個 現在大家在講 MVC MVC 可能會覺得 MVC是一個很新的東西 以前端來講的話 那 但是最早期軟體 架構能變成MVC 其實在1978年的 small hope 正中語言 就被提出來了 就被提出來了 那前端的MVC 大概是什麼 大概是 可能 2010年那個時候才有 前端的MVC 這樣的概念 那 前端的MVC 最早 比較知名的 比較知名的 就是被動 被動 我不知道在場 有多少人 有使用過被動 做開發 那 東東採的 就真的就是MVC的概念 那 那 希望的MVC 基本上就是 就是 我們可以在 這個是 SERVER的MVC 跟 潛端的MVC 做一個對比 SERVER的MVC 我們應該可以很清楚的理解 就是 傳統 傳統我們在做網頁的時候 這個 我們就把MODEL 就是反正就是放在 一個 統一放在 一個領域管理 然後這個思音控制 它會去控制你的路由等等 然後 大概就是控制你的view 那 前端的MVC 跟後端的MVC 我們說 前後端 當前後端分離之後 後端的MVC 的那個 V 其實就代表了 前端MVC的等級 其實就代表了前端MVC的等級 所以這個V 這個V 畫面上 上面 黃色這個V 它 轉成前端的之後 那 在前端的這個領域 它可以再 獨立切分成 屬於前端自己的MVC 好 那當然我們在講前端MVC 的時候 我們當然就會提到什麼 提到資料的管理 對不對 那 以及這一個 路 路要怎麼跟資料做同步 不過那是後來的事情 C 那個時候 解決的問題 是什麼 是 它把原本在後端做的路由管理 這件事情 拉到前端來做 拉到前端來做 那時候前端的標準 有 早期我們沒有HITZ API的時候 我們是用什麼 我們是用這個HASH 緊字號 緊字號 加上一個ID 然後來代表說 我今天我要提到哪頁 哪個狀態等等 那後來這一個 這個HITZ API 它提供了這個Push Data Push Data之後呢 它就可以做到說 如果今天我就可以 純粹透過前端 我就可以在前端這邊 管理什麼 管理網址跟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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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 那這個時候人 VC 他只做到這件事情 他還沒有做到 我們後來 所謂NGL 跟這個VIRG 他做到這一個 資料跟畫面同步的 這件事情 在被動這個事情 我們前端還是要 手動來處理 OK 所以我剛才GPOR 所以後來的這一個 Angle Angle的這件是E 我認為它是真的把 這個前端的FVVM 幫揚工大的一個工具 雖然說它現在是資料 我們今天講的是E 雖然我們都不知道 它在後來的幾年 被泡人產 尤其留意的出來之後 但是我們不可以抹捏它的貢獻 在這一個 Angle 1 出來之後 它做到什麼 它做到這個資料的雙向綁定 雙向綁定 它可以成功的完成了 我們所謂的 MVVA的架構 這MVVA的架構 其實是從 這個畫面C-Sharp 它有一個叫做什麼 打DF之類的 框架 接進來的 OK 那這個時候呢 這一個 Angle 也就是 那時候就看到這個 POWER 就擺不夠的時候 我就相信它了 那誰知道我也不再進 對 好 沒關係 所以 所以在那個時候 它做到一件事情 就是我把資料 跟畫面的同步 做到的統一 雖然笑得很糟糕 雖然笑得很糟糕 我們都知道它是用張檢查 對不對 所以後來這個 Rater出來之後 就報了這件事情 好 沒關係 總之 總之 在那個時期 開始 MVVA成為了 限定空架的主流 MVVA成為 限定空架的主流 那這張圖是 我從這個MVS 這個官網 上面卡起來的 那你會看到 它做到什麼事情 它真正做到說 它把這個model 也就是我們 資料存放的地方 跟這個view 也就是我們這個 網頁 最後的這個畫面 那中間這個 綠色的盒子 就是我們 顯得框架做的事情 它怎麼樣 它就會做到說 我怎麼樣去把 這一個資料 還有這個畫面 去做同步 去做同步 早期我相信 在座應該所有人 都用過這顆的嗎 沒有用過這顆的嗎 都用過 這顆的好 早期我們 如果想要用這顆的 做到資料同步這件事情 大家應該知道 運用多累 有多累 我今天 我有一個 Xbox 然後 我有一個按鈕 應該也不是 我有一個標題好了 我有一個標題 我今天我想要在這個 Xbox 我輸入的當下 我的標題要跟 我的輸入方做同步 這件事情 你就必須要準備什麼 你要必須要準備 一個變數 來損你的這個資料吧 然後呢 你要為這個輸入方 去綁定這一個 異物的事件 最後你再寫回去 這還只是 只有一個標題 對一個 這個Xbox的情況 當你的標題 你要同步的地方 變多了 你的Xbox變多了 你要花多少力氣 去維護 你的網頁 跟資料的狀態 所以 為什麼MVPN 空降會空降 不是沒有道理 OK 之前講到MVPN之後 我們就要來談談 狀態 的這個 傳遞跟管理 OK 我相信目前主流的前端空降 既然以Component為主的啦 我基本上 雖然這個是之前 我是在Vue的設計裡面用的 那我相信其他方向 應該也都使用 基本上我們會是一個 樹狀的結構 組元件 它底下會有幾個子元件 然後最後長出來 我們可以叫它 叫做Component Tree 跟以前的這個 Donc Tree 其實是類似的概念 那在Vue裡面呢 它傳遞的方式是什麼 它傳遞製造的方式 就是說 我從附層透過Progress Progress 把這一個資料 傳遞給子層 傳遞給子層 那這個子層呢 它是沒有辦法寫回去的 它是沒有辦法寫回去的 所以它是要 必須要透過什麼 它必須要透過發生一個事件 事件 傳遞到附層 所以這個時候 你就會發現到說 喔好 那所以我的附層傳遞嘛 既然我沒有辦法 寫回去的話 我就是 這一個 從上面傳下來 是透過的這個Pause 從上面傳下來Pause 從上面傳下來Pause 然後我今天呢 我從下面要更新上去 我是透過一遍一遍打 所以呢 這個時候遇到的第一個問題是什麼 當我今天 我最左邊這個 這個Component 就跟最右邊 這個Component溝通的時候 怎麼辦 怎麼辦 在早期沒有Pause 比大時 這個Rate 他也遇到一樣 這樣的問題 怎麼辦 我有一件 這個 悄悄話 比如說喔這個 三代就孫子嘛 我的這一個 最小的這一個 要跟他的這個 唐兄弟講話 結果的 搞到他阿公都知道 大概就是這種感覺 所以後來在View這邊 他解決的方案是什麼 他問過一個Mboss 那這個一個Mboss 就有點像是 這一個 呃 所謂的 一個 公布欄吧 就是我把資料寫在這個 黑板上面 然後呢 想要看的人自己去看 就可以看到 這樣 那這有點像是 我們早期在這個 沒有MPP的空間的時候 大家都要做資料管理 會什麼管理 早期會怎麼做 早期也許你 後端回來的資料 那時候後端欄的開ADI 他就是說 我可不可以開一個 Input的欄位 開Hidden給你 然後你去Hidden裡面拿 早期我們現在 早期我們是要做的嗎 後端不想做ADI的時候 他就會給你塞 在頁面上面給你塞一個 Hidden的這個頁目的 藏在頁面上 你就說 我知道都藏在那邊 你就是裡面拿 他在後來 在後來 在後來 在後來前端自己 把資料撥下來 但是呢 兩個不同的人開發 在同一個頁面 兩個不同的模組開發 他說 我開一個 血運變數給你 你就去那邊拿好了 血運變數 我相信會笑的應該都 都有開口血運變數 做這些事情 那 Event Bus好像比較像是一個特殊的血運變數 他比較像是一個特殊的血運變數 那這個東西啊 這個東西 它其實是一個物件 它就是限制說 我今天我傳遞資料的 這個 傳遞法 它去發送一個資料 給這個Event Bus 那這個Event Bus 可能會有好幾個component是怎樣 去訂閱這些 Event Bus 那所以說 當我的這個發送者 也就是component 他發送了這個事件 給Event Bus 之後 那其他的 其他也是訂閱那個事件的主件 我們說component 他就會去收到 就會去收到這個事件 然後去做對應該做的事情 對應該做的事情 所以早期我們 傳遞資料的方式是什麼 是樹狀 是樹狀 後來呢 都是Event Bus 之後我們開始變成網狀 變成網狀 今天我只透過一層而已 我不需要說 我今天從最左邊走到最右邊 我要繞一大圈 搞到前進案就知道 好 那這個就是Event Bus的概念 OK 說Event的陣營 後來也提出了 Bus跟Redux 其實都是類似像這樣子的管理 其實他們的概念都類似 只是他們把它促成 就是 更有這個 更有這個 標準 更標準化的糾結 那當然在View陣營裡面 它也有類似的 叫做ViewS ViewS 這樣子的資料管理 它就是說 我今天我把這個資料統一 放在這個State裡面去 去管理 這樣 那我今天我的Action 我已經跟後段去溝通 所以我的Action裡面 對資料的處理 它可以是什麼 它可以是非恐怖的 它可以是非恐怖的 但我今天從這個Action 拿到資料之後呢 欸我今天我要可以 所以我必須要透過這個Mutation 把我的資料統一送到我的State裡面去 我會送到State裡面去 所以從Mutation到State這一段 它是同步的 它是同步的 所以最後我可以透過這樣子的方式 來確保 我的這個State 是什麼時候被改變 因為在早期 早期沒有這樣子做的時候 你會發現到說 雖然說我的這一個 資料 跟我的 我們說MTVM 我們的資料 跟這個畫面 它其實已經拆了分白幾 但是它可以做到同步 但是 更新的效率很差 第一個是 我不知道 我沒有辦法去追蹤我的 這一個資料 是什麼時候被認識的 是什麼時候被認識的 所以你會發現 一開始有限制越來越多 限制越來越多 好 講完前端框架的發展之後 最後我們來看看 前端的 這個工程畫的部分 OK 前端工程畫 自從我們有了 用了ZS之後 當然就是 你會發現到說 前端的絕集很大的部分 都是從後來開始 以前啊 我們在做 前端的用畫的時候 比如說我們要做打包 過去可能會交給後端住 我們會告訴他說 我今天就幾隻ZS 然後放到我們這個 後端的這個引擎之後 然後他要去幫我們做打包 那 在前端呢 前端的之中 後來就是說 欸我今天我想要去做 有不便的壓縮優化 不便的壓縮優化 我在發布之前 開發的時候 當然你可以不用管 在發布之前 你要去做不便的壓縮優化 然後程式ZS 打包 等等的 那這些工具 這些工具 也是從那個時候開始 所以早期你會看到 比如說像是這個 Gull or 或者是Ground 他就是專門在固責這些事情 再來 再來 比較後來一點的 有這個 Grossify 然後有這個 Wentag 跟這個 等等的 那當然現在我們可以看到 比較主流是這個 Wentag 比較主流是Wentag 在幫我們去做什麼 程式的模組化 打包 還有購金工具 比如說以前在做模組化的時候 當然 你可能會有些人聽過什麼 CMD AMD comment ZS require ZS 等等這些東西 那自從ES16出來之後 其實這些東西我覺得 差不多都可以丟掉了 因為ES16之後 你一開始有了這個 Import Export 等等的東西 我們就可以直接用原生 加上Fable 他就可以幫我們很方便的 做掉這些東西 對 那早期這些東西 還沒有時候 其實是透過一些 必然保護程序的 幫我們做 然後 QC QC 這個東西 大概 我記得好像是 Wentag好像也是 從第四版開始有了 第四版開始有 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 QC那個概念 我不知道在做 有多少人聽過 聽過可以記得什麼 有一些人 OK好 QC這個東西 其實是 他幫助我們在 前端打包的時候 他可以去做一些 就是 不必要的程式碼的 減少 減少 比如說我們今天從這個 JK拿到一大包東西 但JK裡面 有很多模組 比如說 動的操作 然後HS等等的 然後動畫等等的 那不一定每個 我們都會用到 但是傳統打包 就是 傳統打包就是整包 JS拿過來 我整包就把你包成一包 送出去 所以你的JS可能會超級大一包 那其實 我覺得是這樣子 就是說 我今天 我有套幾個JS 的模組 每個JS都是單獨的模組 當我今天 我也有這個 Made點JS 我有Epo進去的時候 在等我真的有用到 如果沒有 就是沒有用到 那時候 我bundle出來的時候 就是 把我用到的 綁合起來 把我用到的 綁合起來 很合理嘛 那假設說 欸我今天 這一個 FOO跟這個VR 這兩個面書 都沒有用到 都沒有用到 這個時候 在打包的時候 初心品就會 欸他就很聰明 不知道你們什麼都沒有了 好 再看這上面的頁 比如說 欸用到 我有去空 我有去定一個 FOO這個方式 然後我去定一個 這個 FAR 然後呢 當我今天 我的Made點JS 有去呼叫到 也去使用到 這兩個出來的東西的時候 所以我的FOO的JS 他會同時 擁有這三個JS的內容 他同時 用這三個JS的內容 OK 但是 當我的這個Made點JS 他把它注意起來的時候 發現 你這兩個東西 都只有選擇 但是沒有去使用到 所以在打包的時候 他就很聰明的 就什麼都沒有 就好像 我們在咬那個樹葉 打包的時候 還去咬掉 坤掉的樹葉 那最後 就只留下 他有用到的地方 那這樣子有什麼好處 他會讓你的層次碼 變得更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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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你會看到 前端的發展 雖然說我們 那種他也說 前端六個月 就要重新入門一次 那到底 為什麼會有這麼多的 新東西需要學 其實是 他有他的歷史的脈絡 那當然 我們可以從這些歷史的發展 去了解到說 我們今天 再去一些 新的技術的時候 應該要面對態度 甚至 這樣我們可以知道說 過去是怎麼會來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知道說 欸 不知道那未來我們還 必須要把這個技能點 把時間 投資在哪些 值得投資在技術上 好 所以 所以呢 欸 其實我發現到蠻多朋友 會跟我詢問 或者說在前端的社團詢問 欸 錢跟框架這麼多 我到底應該要到哪一種 其實我覺得啦 各位如果在挑選工具有困難的時候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 你要先釐清 這份工具到底在做什麼用的 這很重要 這份工具拿來做什麼用的 比如說像畫圖表 你可能會想到 i-s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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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不可能會拿這位來畫圖表 那就是在整個自己 對不對 所以第一 第一個認識非常重要 那再來我們才去分析說 到底 哪一個 這麼多工具裡面 哪一個適合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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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說欸 當你今天都不知道的時候 像我們團隊是這樣 我們團隊會拿幾個活動案 不重要的活動案 比如說開發三天 上線你禮拜就要下掉那一種 也不用維護嘛 因為反正重點就是 你趕快生出來 他生出來上線 上線打個粉末嘛 粉末完之後就下掉了 像這種就能拿出來做練冰 很適合 那當然你要最保說 這個行銷不會掉下 因為行銷給你開發時間 他們不會太長 對 然後你會發現到 所有的新的技術啊 他的背後都會有個難解的問題 所以說我們說技術 也許會分析 但是那些問題都還在 問題都還在 你會發現新的技術 都是怎麼樣 都是圍繞著問題在 都是圍繞著問題才能出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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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終於要跟各位聊一下 質疑來的東西了 所以呢 成為一個 趁指的前端工程師之前 你得先是一個 可以解決問題的很重要的事 我常常會聽到就是 就是有人說 這個應該是前端工程師 還是後端工程師 然後反正不關我的事 就趕快疲約 就是後端工程師 其實有時候沒有必要啦 我是覺得說 當你今天你可以去 越一跨組到其他領域 去了解其他領域在做些什麼的時候 我相信各位的價值 因為大家不可能當前端工程師 當一輩子吧 我們都知道在整個 軟體開發的生態的時候 前端工程師可能只是一個 專業分工智後的一個想法 但是當你今天你的質疑 你覺得你的前端工程師 你要做多久 你可能做了第一年 你可能是在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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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簡單的動態特教 然後做到第三年的時候呢 你可能會被要求 你要做一些模組 這樣 那到第四年 第五年之後呢 你還要 你總是需要有一個進步的方向 對不對 總是需要有一個進步的方向 當然你可能會想說 那你可以轉婚禮值 那如果說你今天想要去當一個 前端工程師 你必須要了解多少這些東西 這都是一個進步的方向 當然不是說 欸我今天我就做了 甘心做了在前端裡面 當一個夜面宅 那我切夜面切一輩子這樣 但是現在 你會發現很多軟體 越來越可以幫你做出這些 淨汰的夜面 那那個飯碗是不是就不好 對不對 所以我認為就是 前端工程師 你可能會想說 然後我一開始電業的時候 第一個就是 我要當前端 我覺得有這樣子的方向很好 但是 你是不是要當一輩子的新歌 千萬不要被這個牌頭 局限了你的眼界的能力 最重要 好 最後 廣告 6.js 台灣 這個網址非常好記 6.p 如果大家對6.js 台灣社群有興趣的話 那我歡迎大家可以加入這樣 那當然 在這個9月 9月跟10月 JSDC 他們有舉辦 另外一個Conference 這樣 9月的票目也是滿的 所以 各位可以參加10月的年會 10月的年會 這樣 好 接下來 應該有一點時間可以提到一個 好 那我們接下來開放 提位 請說 嗯 大家都知道 VVD 它是用 Tablet的 SLOVE標籤來 寫單字建築 是嗎 嗯 而且 VVD的官方文章裡面 在SLOVE的章節也說 它 可以看作 自己是一個 Web component的實現 有這樣一句話 然後 那 您覺得 如果VVD 怎麼去擁抱 Web component的這個新歌 因為它現在已經是 CR 就是同學發布版的 幾個階段 馬上就正式發布了 您覺得 VVD怎麼結合 嗯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現在所有的錢跟方架 基本上 都還 沒有辦法取代 所謂的這個 Word component 的標準 因為你會發現 其實他們之間 雖然說 錢跟方架裡面 有蠻多 是從這個角度裡面 漸漸來的東西 比如說 像是 Castment 然後這些東西 但是你會發現 欸 這種感覺其實 會 比較讓我覺得 是 像是 我們以前在做了 所謂的這個 Compensize CMD AMD 它各自做自己的 每個方架各自做自己的 但是當標準出來的時候 其實你會發現 之前做的那些 第三方做的那些東西 完全沒有辦法取代標準 而且現在標準 其實它還沒有真正的完全確定 對 幾乎可以確定 因為是CAR 不會就好 嗯 對 但如果說 如果說標準 跟框架跟 差還有很多時候 其實我認為說 它 框架本身 面臨的第一個挑戰 是 跟過去的相同性 對 我覺得這個是 View裡面 這個工具 它必須要去面臨的問題 對 因為標準 既然標準 如果說標準已經確定的話 那 當然我們的 錢跟框架 當然它的目標就很明確 我今天就是要追溯標準 好 如果當我今天跟標準 多結太多的時候 我這一個工具 這個框架 肯定是會被審訊 對 然後打一個廣告 3點半 202 然後 大家繼續探討 跟框架 302 幾點 202 好 202 3點半 好 還有沒有問題 關於前端 什麼都可以問 或者說 其實跟前端沒有關係 也可以問 都可以 請說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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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以後前刀工就是會不會慢慢變成 因為一直在前判 然後後短的那個 假設應該慢慢可以設的 改變去 那就可以到最後一切那麼好的事情 說實在就是慢慢的前刀工 我相信肯定會啊 就是你會發現到其實技術一直都是這樣 就是分久必合 很久必分 那當然就是像我們現在早期的前後短分離 你就會發現它是依照游染器的這一個 比如說我們是用 H&L CSS 跟 JavaScript 以及後段的語言去做分開嗎 但是你會發現到 當前刀工發現它 JavaScript 不只可以 運行在這個游染器裡面的時候 你會發現它越來越往後段就跨 甚至我認為 其實像現在我們所謂的這個 middleware 其實都已經把某些部分的後段給吃下來了 所以我認為說當然這是一個趨勢 但未來會怎麼發展還沒有人敢肯定 對 但我認為說前刀工程師它的 當然你要說 因為我們前刀工程師它的這一個 你要說它的這個價值覺醒 當然它相對的 它要擔任的責任就會越來越多 就會越來越多 就會越來越多 有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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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說 這13.0的Functional API 你有3.0的Functional API Functional API 基本上我個人是蠻期待的 對啊 在 我記得大概在兩週之前 我在Line那邊 就是Line台灣 然後我舉辦一個聚會 然後我又把那一個 分片分享到 因為這是台灣的社團裡面 對 那時候我特別寫了一篇文章 跟一個分片 在講3.0的Functional API 這件事情 對 那它 確實 因為過去我們在做 某些邏輯的複用的時候 做reuse的時候 我們其實用了蠻多的 missing 但missing泡進去之後 用很多人就會發現 會有一些它自己信念的問題 比如說你的來源不好 就會從什麼 對對對 那這些東西其實在Functional API 其實都有相當程度的解決 所以我個人還蠻期待 這樣子的新設計之外 而且 例如他在官方 他也就是 你知道就是 在RFC大戰之後 就是他也 就是他也提出了承諾說 我們這也是 從2.0 從2到3的這個改版 他不會有任何Bringing Change 也就是說 他是完全向下壓力 所以就這個新設計 我個人是還蠻期待的 你說 你說 想說就是 其實 會有人說 像一個比較適合開發企業 那種比較複雜的大型 那另外一個 就是開發相對比較 簡單一點 那麼實質 那這個是 網路上投入 那你在實際工作上 會不會也面臨到 這樣子開發後續的 在實際的開發 因為當然我們 在看 官價的選擇的時候 除了說 你看人家說 他適合這個大型 或是適合小型的 當然他都有他自己 各自的理由在 可是我們在考虑一個技術的時候 我們要考虑的是 反對這個技術的節奏程度 因為畢竟你的專案 不會只有你一個台方 如果只有你的話 那你高興學生 就學什麼就好 那所以說 當然你如果今天 你是有後端主導專案的話 他們會很喜歡 他們要用MQ的 尤其 如果後端是Lsb拿內的 他們本來寫實際教育 然後你叫他去改寫 這個開始 或者他就 都一樣嘛 對 他們就覺得很容易 很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說你平常是寫 這個 呃 純摘子的 尤其是那些 從以前 從JQ也是帶出來的 或者從MQ也是帶出來的 你叫他突然跑去看 Hud School 他們的一時之間 沒有辦法完全吸收 對 那這個時候也許 用View就更適合他 對 所以說有時候 在考慮技術的時候 嗯 他問的是一個 對 然後當然就是 上手程度啊 以及團隊的接受程度 那這些都是我們需要考量的 那不好意思 就是 那個 那個 在講的事情 如果 講到就是 那些還有 如果不要把我的話 你應該會破綻 你應該是 好像保穩這樣 那我家的一整個 是 兩點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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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